你是说 彭尘王出仗告劫 千真万确 彭尘王马头捷报 昭告天下 定不会有错的 好 好啊 这彭尘王第一次出仗 就势如破竹 横扫千军 这如此风采 真是不减高祖皇帝当年之勇啊 是啊 彭尘王英勇无双 真是我们大宋之福 妾真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目睹彭尘王的沙场英姿呢 瞧瞧 说到他 那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母妃 您就别拿妾打去了 妾这就去佛堂 感谢上苍保佑 也祈祷之后的战役 能够战无不胜 母妃 您跟我一起去吧 好 好 太妃 您要的东西已经送到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还准备了一些东西 要送给彭尘王呢 我就先回仁寿阁了 好 殿下若知道母妃 对她是这么的惦念 一定很开心 跟我走 跟我走 拜见太妃 彭承王守战告捷 王妃心喜 忠书令不去看看王妃 怎么反倒来仁寿阁了 陆忠户出征之前 曾提点下官 如若遇事 可找太妃上议 忠书令遇何事想与我商量啊 可是轩儿又如何了 禁令王之前为征兵 下令清查兵户 搞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如今又下令全面清理户籍 这么一来 士族的根基何在啊 这也怪不得轩儿 彭承王执行新政 轩儿只是代理朝政 他只是执行彭承王的政令罢了 说到底呀 都是新政的错 只要能阻止净凌王此举 下官愿为太妃 马首示战 我也是士族出身 与忠书令啊 也是同道中人 彭承王执迷于新政 他哪一件事情 不是为了削弱士族的势力 难道他忘了 没有士族 又怎么会有如今大宋的基因 太妃所言其事啊 若你真想阻止新政 必须是从根源入手 与禁凌王争斗又有何意义啊 那 太妃的意思 新政本来就是无根之木 若没有彭承王的支持 便一击击碎 战场上刀剑无情 万一 宗书令应该是个明白人 还用我把话说完吗 陆远 太妃的意思下官明白了 只是下官还有一问 这禁灵王跟彭承王向来亲厚 他日 岂知这禁灵王 是否还会继续推行彭承王的新政呢 难道忠书令忘了 轩儿只有我一个母妃 说白了 轩儿身上是流着咱们氏族的血 而且 我也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 断了咱们氏族的根基 一切 接听太妃 无妨 乐中虎 ną的 蜿蜊 圣儿怎么还没到 已经派人去请了好几回 应该马上就到 真是 轩儿定是政务繁忙 一时脱不开身 还请忠书令不要见怪 来 我先敬你 谢忠书令尽心竭力辅佐轩儿 下官自当 尽职尽责 敬临王到 母妃 轩儿 你终于来了 快入座 殿下 忠书令免礼 快坐 忠书令尽职尽责 本王敬你一杯 这就对了 这同朝为官呀 要和和气气 才能 相助相携 能与殿下共同礼政 是乃下官的荣幸 定当尽心尽力 轩儿啊 自小忠厚老师 所做之事 和所行之令 那都是彭尘王有令在先 如果不是 他是万万不会做的 殿下的为难之处 下官定是理解 忠书令 本王这就不理解了 有何为难之处啊 依本王看 这真正为难的人 是你忠书令吧 因为此举 断了士族敛财之路 触动了你们既得之权 我等一心为朝堂安稳 任何政令施行 绝不可以 任性肆意 强行为之啊 殿下 是啊 轩儿 中书令 德高望重 有他帮衬着 你也好 往前推行着做事啊 母妃啊 儿子知道您设宴的苦心 可这征兵一事 彭尘王出征之前 早已下令 为北境之战 我定当竭尽全力 不惜一切 若有人要百般阻挠 绝不顾惜 此事关乎全部士族 绝不可轻易撼动 若有任何道行逆施之举 那天下士族 必将砥砺相抗 那好 本王也说过 凡有私藏兵护者 严惩不淡 本王来之前 已派记述到左民曹 清点兵护 一一核对士族高门记录 在案的布取术 但凡与实际不符 直接冲军 对 陆书定 知法犯法 罪加一等 那下官 便等候殿下的发落了 任何人 看 我们想把你ign do 都立刻找凭 好 来了 我 看 集参军 火势太大了 只怕所有存到都已经复制一举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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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民草食火 等案复制一举 谢昊 为了毁灭证据 你竟敢烧毁左民草 殿下岂不是在说笑 我一直在这仁寿阁中 也是刚刚得知殿下下令搜查左民草 此事怎会与我有关呢 殿下不要因为自己出师不利 就指责当朝重臣 是啊 轩儿 你为了包庇士族 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何以为重臣 何以为清流 不 既然殿下执意如此 那下官也不妨直言 只要有我羡慕而在 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士族 任人摆布 你是不会得逞的 本王一定一查到底 轩儿 你太过分了 忠书令一片苦心 你却恶言相向 既是如此 太妃 殿下 下官先行告退 忠书令请回 是 你太让我失望了 祖父 您找我 做民草是你派人烧的 回答我 祖父 我 你 我谢氏家族 三代历史 朝堂百年 虽说没什么功绩 流名轻事 可我们辈辈出的都是 忠贞之事啊 我们尚不愧天子 下不负百姓啊 可是你 你今天为了一己私欲 枉顾大宋的生死 你是我们谢氏的子孙 你把我们谢氏 亟待的清誉 置于何地啊 你何时想过 如何保住 谢家的地位 你 祖父一世谦逊 可换来了什么 若谢氏 还像从前一样 做个无欲无求 空有士族明解的摆设 终有一日 会换得 人人宰割的下场 你这孽障 服了 祖父皇 天下可变 但我谢家不能变 我卸忠 愧对列祖列宗啊 将军一名 如今码头兵力不足 必定一击即溃 这次定要给那刘易康 点颜色看看 将军 既不可施 及格输兵吧 若是他刘易康使诈 又我们入城怎么办 先围剿沈亭章 看他刘易康处不处兵 如若他不处兵 正好灭了沈亭章 然后无后顾之忧的 一举拿下马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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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好 好 我 你 好 扩大了侦察的范围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躲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再燕君也要坚持 腾城王命我们在此牵制魏军 万经胜了 才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魏军突袭了 迎战 杀 撤 死伤多少 伤亡惨重 兵力不足一半 沈将军呢 现在没有消息 不知道如何 吊三千兵马 支援沈将军 殿下万万不可 码头现在粮草不足 远间又迟迟为盗 如果现在再吊三千兵马 魏军趁机而入 后果不堪设想 沈将军在敌后 必须先行支援 否则凶多吉祥 而且魏军在此时 突袭沈将军 定是为了探望码头兵力 所以绝不可示弱 李成勋 末将在 您安排带兵支援沈将军 末将领命 许臻 你将剩余的士兵 全部调往城门 造出声势 末将领命 殿下 可否让我一起去 紫禁姑娘 我想随军去找沈志 是 紫禁姑娘 这一路非常地艰险 可能还会遇到魏军的埋伏 而且 沈将军那里的形势 会更凶险 朕因为这样 我更要去 我不能再错过这次 殿下 你应该能明白 好 我答应你 谢殿下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粥 有劳紫禁姑娘了 那我去收拾一下 即刻随军出发 紫禁姑娘一路小心 谢殿下 援军何时能到 还没有消息 三宝 待我手遇 马不停蹄赶回建康 好 你即刻赶回告知 净凌王北京军情 让他务必尽快调兵支援北京 本王想尽快结束这场战役 还民一安 是 码头救急 速发兵粮 来来来 开饭了 大家排好队 来 谢谢 殿下 谢谢 拿好 来 拿好 谢谢 这喝的是什么 回殿下 城里不是缺粮吗 乡亲们说了 把榆树皮剥下来 加上一点米就能灌爆 还真是这样 这一顿啊 省了不少粮食了 这下 殿下 这个 都是我们老百姓才吃的东西 你们能吃的 我怎么就吃不到 你们经常吃这个 其实也没有很难吃 嚼在嘴里的时候 就想着再嚼肉就好了 还挺香 好 娘 我还要 来 慢点 谢谢 来 谢谢 彭承王这个奸命小人 身为奸政 不谋其政任人为情 庸碌昏贵 任凭士族把势朝政 任凭边关战火连绵 强灵还寺 他眼中的体恤百姓修得诗人 不过是奏书里的几个字而已 百姓真正过着什么样的苦日子 他知道吗 他关心过吗 他亲眼见过吗 身居高位而无为 百姓疾苦而不知 李可 我终于明白你说的话了 这碗粥的味道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化妾 太妃 敬ء王来了 母妃 您身体不舒服 自那日和殿下致了气 太妃这身子就没好过 淳放 是 母妃 儿子不该对忠书领无礼 更不该冲撞母妃 是儿子不孝 让母妃担心了 轩儿啊 凡事要多思量 儿子只是觉得四哥在北京 随时会面临危险 可这些大臣们 轩儿 你即便处处为你四哥着想 但你对自己也要思量几分呀 你四哥 在战场上 得人心 可他交给你的事 是 确实 得罪人心 母妃不该揣度什么 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自毁前程 轩儿 这样的事 有太多的前车之鉴 你不得不警醒啊 我 是 母妃 您真的多虑了 我了解四哥 他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百姓之福 儿子还有宫事在身 改日再来看您好吗 那你去忙吧 真是明白不灵 我要怎么说他才能明白呢 太妃 您别动气 陆忠户送来了密报 原来剑康收到的情报 原来剑康收到的情报 都是假的 这北京啊 断兵断粮 派一个若不禁风的三宝回来 他能掀起什么风浪 三宝 送去谢府 让他务必按照我的指示行动 是 是 把这个送到鹏城 告诉沈丰 我已经派兵支援沈将军 让他安心 是 务必尽快送到沈丰手中 是 四哥 为何要派援兵 是我爹和大哥出了什么事吗 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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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下令调精兵前去接应了 卫军为何突袭我爹 难道他们是想灭掉我们的后方 直攻码头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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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军已向码头推进三十里 援军吃食味道 粮草不足 若卫军此时兵临城下 卫军已向码头推进三十里 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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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锦绳生性多疑 这应该让他不敢贸然进攻 等到我们援军一到 立刻发动攻击 殿下放心 末将今日已经调集到 外军中的强干之势 用以训练新兵 效果不凡 做得好 殿下 殿下 北京捷报 我军大败万锦盛 夺得充足粮草储备 卫军已退至黄河边境 北京军情稳定 征得的新兵 可暂作守卫健康之用 太好了 蓬城王又胜了 蓬城王率领的王师 果然是骁勇善战 战无不胜 这样一来 驱除未敌 指日可待呀 但是 卫军尚未完全退兵 绝不可以调以轻心 一定要抓紧训练 以备不时之需 明明 太妃 太妃 你怎么突然会健康啊 蓬城王呢 殿下 殿下在北京呢 让我回来办点事 殿下有何事啊 就是一些政务上的事 让我回来嘱托一下禁令王 好 太妃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记得刚刚 你刚刚被歹人袭击了 幸好被出府的几个家丁们看到 才把你救回来了 感谢太妃救命之恩 下官有点要事 先去找禁令王了 等等 蓬城王到底有何嘱托 他是不是有什么危险了 你先告诉我 你别让我着急 太妃 蓬城王真的没事 好得很 你为何会回来呢 下官身为朝臣 不便向太妃交代 殿下无事 也很记怪太妃 下官告辞 太妃 这是何意啊 我说了 我很担心殿下 你身为蓬城王的进尘 却不在蓬城王的身边 反过来 私自回了建康 你到底有何目的 下官奉命而回 太妃有何理由审问下官 若太妃真有疑惑 大可请禁令王前来裁决 太妃 可是不愿下官见到禁令王 有目的的 可是太妃 三宝啊 我好言相却 你若这般固扯 也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身为曹参军 临阵而逃 无掌而挥 极有可能 已经叛变头位了 太妃 太妃 你如此阻挠 可是太妃你心怀不轨 一派胡言 太妃若执迷不悟 只怕是自寻死路 蓬城王与禁令王手足轻身 你就不怕禁令王知道吗 你不告诉他 他怎么会知道呢 况且 你也永远都见不到他 来人 只敢怒我 太妃 别以为你的阴谋会得逞 蓬城王迟早会开心而归 那日便是你们的死期 只怕是 不会有那么一天了 秘密处置 他 抓了三宝 还要处死他 他不是应该跟蓬城王在码头吗 此事一定对蓬城王不利 不行 禁令王不会相信我的 我能做些什么 小姐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我知道 你赶我们走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小姐 如果 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三宝 他怎么被抓起来了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三宝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快先把他们藏起来 好好好 快 你怎么回来了 你能那么想办法 带我出府啊 小姐 小姐走了 我也不想留在王府 你带我出去吧 好歹我也能祭拜一下小姐 等你家小姐回来 小姐她没死 李妃是能拱大 哪那么容易死 她那是假死 假死 你小点声 为了演员 不能计谋罢了 她现在在码头呢 和地下在一起 好好地呢 真的 你就别担心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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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点声 你保证 李妃她 四肢健全 往后护损 我保证是真的 等我回来再好好跟你说 总之 李妃没事 对了 刚刚 谢谢你救了我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急事要做 没事 对了 你见到李妃 一定要告诉她 小心很小的 好 好 小姐 喝点水吧 好 你也去休息吧 是 不用起来 坐下休息 我们还有多少人 就这么多了 爹 再这样下去 大伙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我们深入敌后 打击魏军 早就想到今天这个情况 将军 将军 是 将军 原军来了 原军来了 参见沈将军 大家起来 你们怎么回来 蓬城王派我等 前来援助将军 快 八十号各个路口 严防卫军偷袭 把带来的干粮 分发给兄弟们 是 你怎么来了 你受伤了没有 你还好吗 你来干什么 我跟大家一样 我来帮你们 你怎么这么任性 这一路全是未必埋伏 你这样冒人前来 万一被抓住了 不但帮不了我们 甚至还会让我们雪上加霜 你不该来的 因为我想见你 你 我知道路途凶险 可是我不想浪费一时一刻 我只要可以见到你 跟你在一起 我就够了 你放心 我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将军 您就别再说紫禁姑娘了 紫禁姑娘这一路 跟着我们穿山涉水 毫不犹豫 穿上战袍就是个兵 我们呀 认她 对 认她 是 紫禁 我是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我也一样在担心你啊 好了 沈将军 人都到了 总比每天盯着手转强吧 是吧 兄弟们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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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战之后 病例有遮损 再加上粮草紧缺 如果没有建康援军 码头的情况十分危险 是啊 所以彭尘王派窝打 前来经营将军回码头 再做商议 好 我们马上赶往码头 是 出发 参见殿下 免礼 三宝被关押在苦艺处 你说什么 是你 请殿下 救三宝 你在神府之时 颠倒黑白 无中生硬 让本王凭什么相信你 我 我只是不当心听见 想着三宝回来 对 对 定是彭尘王有要事 还有呢 还知道些什么 其他一概不知 信不信 也由殿下 带走 是 殿下 我只是一个小侍女 还望殿下体谅 不要给我招来祸事 站住 带走 走 快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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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内没人 不可能 殿下 三宝真的被关押在这里 我亲眼看到的 是不是我被发现了 他们把三宝转移了 他们 他们是谁 殿下 先找到三宝要紧 我当时看到他 他就是在这儿 我明明看到他 他 他 殿下 你看 不知手鱼是真是假 恐方有诈呀 确实是死隔亲笔书信 殿下 这上面说什么 彭尘王是否有难 你是仁寿阁的 殿下 我能做的 都做了 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不要再追问了 殿下 求求你 想办法救救彭尘王吧 殿下 殿下 命货云带下所有新兵 还有粮草 立刻赶往码头 日夜兼程不得有误 是 我能做的 可爱 你是仁导人 我能做的 你 我能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